联合报头版焦点这个契约是怎么回事 民间党首席蔡英文昨天接受媒体专访时 他提到说希望五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 在当选之后呢 可以跟绿云的其他县市首长来讨论施政 而这一番话通过记者传到柯文哲耳里 就变成了柯文哲任何政策都要跟民进党 其他县市一起讨论才可以决定 那对此柯文哲非常的讶异 他说蔡英文怎么会这样讲呢 契约不是这样写的 柯文哲说当初他与民进党的契约显得很清楚 他会辅选市议员 但是民进党不会干预他的人事 不过对于这份所谓的契约呢 民进党北市党部表示 不清楚有没有真的书面签约 但是柯P六月初选的时候 与市党部协调时 其实只有口头的约定而已